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3月28日 巴赛被要求减少2亿薪资开支 据每日体育报报导 受到西甲财政公平政策的制约 巴赛被要求减少球会2亿欧元的薪资开支 巴赛队内已经有球员同意和球队续约 但是考虑到新合同已经超过工资限额 西甲官方对此没有认可和接受 比如伯宝路加维、朗努阿拉奥祖、马高斯阿朗素、沙智罗拔图等人就面临这种情况 他们的合同将在6月30日到期 届时他们可以自由地与任何球队签约 与此同时巴赛正努力尝试优先和一些球员完成续约 比如阿利斯巴迪 目前他的续约进展顺利 但是相关流程还没有结束 另一个案例是沙智奥布斯基斯 他的谈判仍处于初始阶段 巴赛的目标是在4月完成他的续约 但仍要考虑球员个人的计划 不过近几周他留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